那个卢昌盛遭什么人袭击了 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抢钱的小猫贼吧 小猫贼 没事跑到废墟里抢什么钱 我怎么知道 应该是刘大汉睡在里面 看到有人来就下手了 反正卢昌盛是没看见长什么样 这个卢昌盛跑到废墟里干什么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他一直对这块地特别感兴趣 还说要在这里垫雕楼 我们成庆以后还要把家安在那里呢 你说什么 他要在谭家废墟上盖新房 他是疯了还是我听错了 没听错呀 开始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可是后来一想 那也比跟上官云主强啊 我就同意了 在咱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说到预谋 也应该是 你处心积虑地闯进了我的世界 对吧 你说你是卢昌盛 你有什么证据 就算我没有任何证据 刚才我说的那一番话 在你心里 已经信了七场 现在全开屏很多人怀疑你 到底是不是卢昌盛 我敢说只有我一个人 敢拍着胸膛说你不是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卢昌盛 以前你天天跟我阿爸在一起 我相信 他应该跟你提过 他的亲生儿子耳后有一个排挤 老爷 这事你得管一管 他谭家废墟是个什么地方啊 他卢昌盛的脑子是被枪打坏了 没坏 他说这个的时候啊 好好的 那他就是脑子进水了 什么样的地方不好住 他非要去那个 阴魂不散的地方去住呢 那可不是一个鬼啊 那可是好几十口的冤魂哪 妈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那不是在废墟里住 是重建 再怎么说 卢长盛也不能让我住在露天地里啊 更何况咱家这么多房子 随便云出一两件给我们就够了 阿爸 阿妈行吗 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就不同意这桩婚事 为什么不同意啊 阿爸 你这叫忘恩负义 你忘记谁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了 一马归一马 人家对我有恩 我不能把女儿也搭上去吧 这怎么能叫搭上呢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这叫两厢情愿 再说 卢长盛又不是一文不明的穷小子 吃饱穿点是供得起我的 你反对什么 算了 房子我也不要了 我就跟那个上官瑜一起住 宁愿受他的气 也不给你们管 你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黄伯父黄伯母 不要人家好的时候使劲往上贴 人家不好的时候躲得远远的 生怕人家跟你借钱 我才不要当那种视力眼呢 如果你是卢长盛 当初为什么不揭穿过 我这次回开平 就不是来认足归宗的 你不远万里地从法国回来 每天守在自己阿嬷的身边 你居然跟我说 你不打算认足归宗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这次回来 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 使命 对 有什么使命比与自己十三二十年的母亲相认 是更重要 理想 还有责任 我知道 现在自己所做的事情 危险性有多大 我不想连累我的家人 好吧 我确实不能理解 但是我一定会帮你 我会把你从这儿弄出去 谢谢 但是我希望你出去以后 跟你那些人断绝来往 我这一次能把你弄出去 但是我不能保证下一次 也能把你弄出去 我知道 你现在不能理解 我将要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 有多么崇高 但是我坚信总有那么一天 你会明白的 那就到了那天再说 我 按照我 不 没有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弟子赐奉您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您不能在弟子最需要您的时候 抱起我呀 我也没有求您多少事 您让红儒赶快回来 让天忠赶快回来 让一家这个四丫头赶快回来 让我们一家人回到原来的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放手保佑 放手保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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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景雯 伯父和一家呢 他们 他们都不要我了 他们不要我了 卢少爷 这种事您最好别往身上了 我是被您好 保佑哪天啊 再牵连上别的官司 我说过了 武器是我要的 钱是我出的 鲁教练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 那为什么武器 不是用给民团 我在走私 这事您还是和谢助长商量吧 你给谢助长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 这 谢助长平时那么忙 这种小事就不要烦恼他了 我帮你跟他汇报就好了 也是 在你这儿打这个电话不太合适 我回去跟他说 我不会说 你欠赌场的赌债不还 是我出钱帮你垫下的 我也不会说 你把人家李府丫鬟肚子搞大了 又不想负责 也是我出钱帮你搞定的 很多事情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就是不能让谢助长知道 谢助长这个人嘛 刚正不恶 他最在乎的就是警察的荣誉 他不会因为咱俩的私交好 而网开一面 不过你大哥放心 我不会给你穿小鞋的 告辞 卢少爷 你把鲁教练带走 我现在就跟你令人去 谢助长那边 我会交代好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嘛 这民团训练营那么紧张 又添了不少人手 这多买几支枪不稀奇 回头啊 那个披荐我帮你补办就是了 您哪 就让您手下的人 做事稍微信心一点就可以了 好的 那咱们领人去吧 您前面请的 您呢 您呢 您需要小心 您有点紧张 您有点紧张 您您的意思 您不愉快 您来 您 Enfin 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合适吗 你只要脱离那个组织 你可以重新开始 你就别劝我了 我倒是想反过来劝你一句 你们谭家的源仇固然深重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动乱的时代 是不是应该把 国家兴衰 民族存亡这样的大事情 排在私人院的前面 再说 皇家现在已经被你拆得七零八落 该收手了吧 复仇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伤到别人 同时也会伤到自己 家仇都报不了 谭何国家刑防 你有多宽网的兄弟 多重告的理想 我不知道 但是我谭仁刚带朋友肝胆相招 带仇人 以血息刑 不把我谭家面门案的真凶 赶尽杀绝 我是不会受受的 可是你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证明她是你们谭家宣爱的罪魁祸首啊 义父说了 她活着就是证据 好吧 那你好自为之 对了 谢谢 谢谢你把我从警察局救出来 没事都回家看看 陪陪阿嬷 还有美姑 好 我知道啊 陆经理 你回来了 他们打你没有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他们还说你是共产党 他 你哪儿有那么多问题啊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干活这傻小子 去 老二 老板 他们怎么会把你放回来的 解释清楚了一场误会 就把我放了呗 可把我给吓坏了 你说 咱们是开门好好做生意的 诚实守法的良民 这怎么可能和共产党 站上边呢 他们这不是原貌人吗 不管怎么说 回来了就好 回来就好啊 这样 这几天啊 你好好休息休息 阿基啊 安排后厨 备点酒菜 给鲁经理啊压压惊 好的老板 真的 不用了 我刚才看见 门口好像是卢少爷的车呀 对啊 他把我送警察局接回来的 这个卢少爷 现在在咱们开屏 好像是手眼通天哪 他这个人啊 的确非常会做生意 是啊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静雯 好孩子 你别走行吗 我一个人待着害怕呀 伯母 天雄 现在判了死刑 再不想办法救就来不及了 伯父也没个消息 我们得出去找他 我去找长盛 看他有没有办法 伯母 你先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您 你照顾好自己啊 好 大少爷 您可回来了 怎么了 还不是为了 鲁先生被抓的事啊 夫人都着急一天了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好 别着急啊 妈 妈 长盛妈 您可回来了 我听下人说 鲁先生被抓了 他犯了什么罪啊 为什么要抓他 妈 没什么大事 人我都已经接出来了 就是一场误会 是误会啊 真的没事了 真没事了 那他现在人呢 都已经回酒店了呀 好 急死我了 我这一天的心啊 都不敢放下来 阿妈 你先别着急 来 先坐下 坐下 我跟您说 好 你快点说 快点说 就是名团那边 出了点意外 我们一批枪的批文过期了 正好被警察局的查到 以为我们走私武器 支援共产党 共产党 这要多大的罪呀 我听外边 现在到处抓人和杀人 你们怎么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妈 已经没事了 警察局那边我都已经解释清楚了 再说了 人我都已经接出来了嘛 没事就好啊 对了 明天请鲁先生到家里来 咱们做一桌子菜 给他压压惊 毕竟是你们营团的事 给人家惹了麻烦是不是 好 好 好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 这下好了吧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 休息吧 没事就好 美姑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我给你倒点洗脚水泡泡脚吧 不用 不用 你先坐下 来 坐 你觉得鲁先生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 还有呢 他对咱们家很好 对阿妈很好 对你也很好 喜欢他吗 你说什么呢 我是问你喜欢鲁先生吗 我不喜欢鲁先生 我谁都不喜欢 我跟鲁先生真的没什么 我可以发誓 你不用发誓 我没有心事问罪 我 我就是想知道 你的真实想法 你要是真的喜欢鲁三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会成全你们的 我不喜欢鲁先生 鲁先生来咱们家 是看我阿妈看您的 我是在外面碰过他一两次 小六泽的事是我的错 我不扑你青红皂白地伤了人 可那也是因为 鲁先生是您的朋友 是咱们家的客人 所以我才 美姑 你先不用着急否认 你先听我说好吗 你是一个女人 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而这些我没发给你啊 但是我 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啊 这样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吗 大少爷我明白 您不喜欢我 我不会纠缠您的 这件事情 我跟阿妈说了好几遍了 明天一大早 我再去跟阿妈说 让她不要再为难您 无论是黄小姐还是谷小姐 只要您愿意 他们愿意 就让他们跟你结婚 让他们做您的夫人 您不用管我的 我就守着阿妈就行 您放心 我不会做出任何 让卢家丢人的事 美姑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希望 您不要再说了 早点休息吧 你去哪儿 我去红袖屋里睡 您关了门关了灯 阿妈是不会知道的 怎么就不明白呢 妹子 又来找你哥啊 警官 我想见见铁头 铁 哪个铁头 就是和我哥哥一起 关起来的那个土匪 你说的是那个杨三沙 就是他 是他诬陷我哥哥 和他一起合谋做土匪的 我想见见他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行 警官大哥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铁头吧 我哥哥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们现在已经家破了 这马上就要人亡 我阿爸也不知道 流落到了哪里 铁头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就让我见见他吧 妹子 不是哥不帮你 你是见不着他了 为什么 已经被正法了 毙了 什么 他不是跟我哥哥 一起盼的吗 提前了 不知道为什么 恐怕是怕他跑了吧 夜长梦多 铁铁 回去吧 哥 这怎么能行呢 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 只要有一些希望 我都绝不会放弃 没用的 宜家 铁头已经死了 没人能证明我的情报呢 哥 你别放弃 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这些啊 只能怪哥自己 是我以前太飞扬跋活了 是哥对不起铁头 这只能是我的抱怨 哥 我都是因为我 是我害了你 妹妹 这怎么能怪你呢 是你给我当时 置图一职的痛快 却没想过给别人造成了 那么严重的伤害 你看现在 铁头他宁可死 也要把我拖下水 可见他有多么的恨我 我自己种的苦果 就自己吃吧 哥 你不要这么说 妹妹 听哥的话 回去 想办法找到爸 然后把他接回家 然后把他接回家 以后你就替哥 好好地孝敬他们老人家 记住了 一定要听爸的话 哥现在明白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人有的时候太长老了 老天爷都扛不住了 人有的时候太长老了 老天爷都扛不住了 哥 回去吧 哥 哥 我就是抢 也要把你抢出来 绝不会让他们这样对待你 阿爸 阿妈 儿子没用 又让黄红如那个老狐狸逃脱了 不过请阿爸阿妈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让他跪在您二老 和族人的临前谢罪 我会亲手杀了他 用他的血 来祭奠你们的亡魂 之后 我会重建谭家老宅 安放族人的亡灵 让阿爸阿妈的灵魂 不用继续在外漂泊 请阿爸阿妈保佑我 让我尽快地实现这个夙愿 好 黄红如 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把你抓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我到处找你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又回家睡了 你怎么知道 我等了你大半个晚上呢 担心我了 少得意 你之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 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一般计较 可是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再敢招风引蝶 普度众生 你就等着 等着什么呀 等着我把你给淹了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也干 奴长盛 我警告你 是 我发了风的爱你不假 那是从我心里烧出的三位真火 让我无法自持 如果你不爱我 你少离我 绕着我走 免得惹祸上身 但是现在你选择了我 你就要给我记住 要么浴火重生 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任何美女呀 妖怪呀 蛇精 狐仙 女鬼男鬼勾引你 你都要像唐僧一样坐怀不乱 要么你就要烧成灰烬 一点骨头渣都不剩 否则 否则什么 我就把你撕成一条一条 蘸着酸梅酱给吃了 听明白了吗 基本明白 那就没事了 你今天来找我 就是要为了跟我说这些 也不是 乔上 人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找你 哦 这个 这个 不是我 我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信呢 老爷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说的 我 你是我 你 你 是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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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君子 你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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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如 我就在这里 君子 我哪儿都不去 你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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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爷不是我傻子 你不要离开我 小姐 咱去求救卢少爷 看他有没有办法吧 卢少爷认识警察厅的一个头头 谷清轩和林昂南就是他保出来的 连民团的鲁教练被抓进去后啊 也是他一句话 就给救出来了 何队长啊在他面前 怪的都跟老母亲似的呢 你别说了 胡师傅 小姐 别怪我多嘴 现在这面子 可没有天兄少爷的命重要 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跟卢少爷毕竟好过一段 卢少爷兴许顾念旧情呢 送我去瑞稷 我要去找卢长盛 好嘞 驾 驾 卢长盛 你就试试不行吗 静雯 我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的 你怎么摆不平了 上次我阿爸牵扯翻语烟土的时候 你就给他救出来了 还有那个阿南 他自己都承认了 你一句话也给他救出来了 还有鲁教练 他的罪名都牵扯到共产党了 你不是也把他救出来了吗 那不一样 他们是被冤枉的 天雄也是被冤枉的呀 你怎么知道 那可不好说 长盛 你相信我 我跟他还有一家是一块玩大的 是 天雄有很多问题 什么欺负下人啊 吓唬女孩子 往狗眼睛里抹石灰 往那个牛屁股里塞鞭炮 也拽过我的小辫子 可他 他是不会跟土匪同流合污的 他一心想当大侦探 大警长 除暴安良 惩治坏人 他 他怎么能跟土匪合伙抢老百姓呢 一定是铁头 诚心要报复他 诬陷他 人心隔肚皮 不要那么轻易地下几轮 你是不知道 那铁头对宜家早心怀不轨了 宜家傻呵呵的什么都不知道 才为他占了便宜 天雄那是为他出气的 只是这天雄对铁头下手是有点狠 所以啊 这铁头 这是攒着劲地要报复这个天雄 反正他自己也要死的 靳雯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猜测 在法庭上讲究的是证据 卢长盛 不管怎么说 你和一家还有过那么一段 你就一点都不念旧情吗 你希望我念旧情吗 天雄救出来 你就不许念了 好吧 我试试 是 但我不是为了念旧情 我是为了你 谢谢你 长盛 长盛 那我先走了 有消息告诉我啊 你们还问旧情也好吗 我听见了 应该记住你说不好 她回同 struggling 离不知情 没有旧型 天雄也是我的朋友 是吗 你爱信不信 不信你自己问去 我自己会进去 不需要你来教 不懂我好赖 不给你计较 好 好的 那就这样 我先挂了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我可以进去 坐吧 要有事吗 我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我不得不来 因为我实在 没有别的办法了 长生 我不知道你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熟悉 好像我生命当中 本来就有的那个人 我觉得这是上天 给我的缘分 我高兴极了 当古金文告诉我 你是他的心上人的时候 我很难过 很伤心 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 金文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能去和他抢 我远离了你们 可是 是你 是你后来突然跑到我的面前 告诉我你爱的人是我 你知道到我知道这件事 我真的很意外 很惊喜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只会让你更加厌烦我 更加想远离我 你和古金文在一起 才像是一个怨恋中的男人 不是吗 我在说些什么 简直像个被抛弃的冤妇一样 长生 就算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就算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情分 能不能看在我们 相识一场的份上 就算你 就救我哥哥 长生 我求求你 救救我哥哥 我求求你了 你快起来 行 谢谢 我们招的太平了吗 那是 那是 阿奎 来客人了 好 好 熊土鳖四钱 胆南星五钱 血节五钱 墨药八钱 马钱的九个 这谁给你开的方的 穿枪活没了 螃蟹骨没了 其他的倒是都有 您要配吗 行 那您稍等 这个穿穹没了 我去库房给您看一眼 您在这稍等一下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快来呀 快来呀 抓住他 快 快点 易嘉 我不是不帮你 只是你哥哥的事情 已经到了省里 不像在开屏那么简单 我怕是爱莫能助 我再想想办法吧 但是我不敢保证 会有结果 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 谢谢你 长生 谢谢你肯帮我 谢谢你肯帮我 我回去等消息 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好 别太难过了 我怎么能不难过 我把我的爱都给了你 可是一夜之间 我们俩就成了陌路人 我真的很难受 我真的很难受 你放心 我没了爱 也会活下去的 再见 面对悲痛无助的黄义佳 谭震刚的心底 第一次感到彷徨 我真的很喜欢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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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在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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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我在偷学 你行 那个是我的 你是谁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付出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伤到别人 同时也会伤到自己 少爷 铁兜他们来了 委屈你了 兄弟 没什么 有谭少爷照顾我 我也没吃什么苦到 什么 抢药房 没错 一上午抢了两家了 抢什么不好 抢什么药房啊 说是拿了一张金创药的方子 去了城南的人济堂 在那儿还查几位药 没配齐 回头又去了城北的回冲堂 在那儿把药配齐了 我这才就这几天哪 这不是来给我烧眼药水来了吗 就没抢钱 没有 这是为点什么呢 回来就好 不过还得委屈你和顺子 住到仓库那边去 仓库那边只有两个人首页 而且都不是本地人 没有人认识你 过两天我就让炳哥 安排你们去香港 谭少爷 我不想离开开平 那怎么行 你这上山没几年 不仅皇家的人认识你 整个镇上认识你的人都不少 留下来太危险了 这一次谢处长能留你一命 但是不能保你一世平安 谭少爷 我铁头三年前被赶出皇家 之后我在外面纠集队伍 占山为王 承勇斗坏 我这条命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赚到了 当然 为了不连累你和谢处长 我是不会抛头露面 主动出去送死的 可是我真的不想背景离乡 当个乌魂野鬼 可是这开平并不大 你能藏到哪儿去 顺子不是活得好好的 顺子不一样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认识他 可是你呢 我知道 我脸上的疤太明想 恐怕是藏不住 可如果我就躲在仓库里 不出来呢 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 我也不希望跟别人交往 我明白了 你是心里放不下黄一家对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你爱上黄一家就是个灾难 如果你这心里是不死心的话 我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太少 这就是废墟里发现的金砖 是的 这就奇怪了 废墟我们也经常去 怎么没有发现任何和金砖有关系的蛛丝马迹 难道当年的这批金砖 真的藏在废墟里 而且黄洪如还不知道 没有被运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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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